年轻的女孩特别留意自身的安全 在昨天台北跨年晚会结束之后呢 就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喝得茫茫的 有的倒在路边睡觉 有的对着水沟吐 而这个时候出现了许多所谓简湿的男性 趁着女孩喝得没有力的时候把她带走 有很多民众用手机偷偷拍了下来 到马路旁倒得倒睡了睡 一群年轻妹妹喝得醉茫茫 顾不得优雅形象在马路上大吐特吐 跨年夜狂欢过后台北市新西区像是不夜城 许多打扮时薄的女孩子几杯黄汤下肚 像是湿了魂晕坐在路边 连金发毕业的外国人来台湾跨年 也变成了不倒翁 站起来又倒下去爬不起来 还有人直接躺在路边呼呼打碎 不管是用抱的还是用服的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女孩子喝得酩酊大醉 被男生剪尸带走 不过得先把闹肚子的酒精吐个金框 也不是每个人剪尸都顺利 还是有人搭讪被打枪 换年夜年轻人喝得醉泰百出 恐怕只有等隔天看到朋友拍的照片 才知道自己喝棒了有多糗 记得侯宇翔 吴军的賴金志 台北发达